我花了这么多钱,练了这么多拳,就是为了明天干你 你将是我的 垫脚石 双方赛前剑拔弩张,谁都看对方不顺眼 这是发生在战绝城的巅峰比赛 由张玉鹤对战波拉恩败 率先登场的这位就是波拉恩败 波拉恩败在赛前放下狠话 对手就是他的垫脚石 之所以波拉恩败这么有自信 因为他有着强悍的摔跤技术 在擂台上无人能抵 打出了三战全胜的优势战绩 首次打进战绝城的波拉恩败 迫不及待地想要站稳脚跟 于是就挑战吉林战虎张玉鹤 张玉鹤十分擅长衰柔 两人的打法各不相同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谁能获得比赛胜利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 张玉鹤直接冲上去 双方就开始重拳对轰 但张玉鹤拳更精准一些 将波拉恩败击倒在地 张玉鹤健壮快速压制上前 拿到了其成为优势 波拉恩败在地面非常聪明 立即用手交叉霸尾打扣 不给对手任何地面砸击的机会 他不停在尝试 各种滚桥 各种推手等等 在这个 是的 在这又是加强了 拳击拳法的训练后 老师 这一点 想必然说 比赛在前三秒 是在大家的面前了 没错 我们看到其实两位选手的身高 和臂展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看到一个强力的起身 哇 这个也是 其实今天战虎非常擅长的 是的 在之前 此时张玉鹤有点被动 慢慢地挪动身体位置 还控制住对方的一条手臂 时刻应对波拉恩败的重拳杂击 随后再寻找逃脱的机会 双方是在龙边 对于三角锁 有一些的位置 不能够非常好 现在阿提哈兹在去上位 张玉鹤在去下位 那么双方的身形真的是 但是我们看到 他既然敢选择这个级别 就说明对自己的实力 是非常有信心 是的 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两个人 其实从直观角度 由于两人在地面 没有过多打击 裁判为了比赛的观赏性 也是主动上前将双方拉开 重新起身回到战力位进行拼拳 张玉鹤直接冲上去 打出一波组合重拳狂轰 波拉恩败立即后撤进行防守 张玉鹤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追上去继续狂暴输出 波拉恩败也是不甘示弱 蹲起左右摆拳疯狂轰炸 当然了 对于你的勇敢程度 包括这种敢于尝试 肯定是值得大家给你的 是吧 绝非同 是的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 有一个比较担心的 就是他们在第二回 第三回合的体能分配 抓到了空点 看又是双方同时出拳 同时再次看 在战力不战优势的波拉恩败 突然下前抱单腿 张玉鹤立即交叉打扣防守 奈何波拉恩败力气太过强悍 还是成功将对手带入地面 张玉鹤没有办法 只能紧紧抱住波拉恩败脑袋 防止对手过多的重拳杂击 这时观众都以为张玉鹤凶多吉少 殊不知突然上演惊天大逆转 直接拿到了对手后背 随后调整裸脚的位置 痛苦不堪的波拉恩败 也是拍手投降 吓得裁判紧忙终止了比赛 张玉鹤以绝对的实力上演惊天逆转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最终以裸脚成功地降服了对手 拿下比赛胜利 最终以裸脚成功地降服了对手 最终以裸脚成功地降服了对手